哈喽小伙伴们,柔柔的春风催颂,又到了春天这个恋爱的季节,TV君也给大家准播了两部糖分超高的甜宠爱情剧。 第一部戏,杀青两年一子没开播,最近居然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就无预热播出,就问你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。 从发布定档,到官宣,再到首播,网络上立刻掀起了追剧热槽,数十个热搜接连而来。 预告片网播量突破4.8亿,妥妥的微波鲜火,就是吊足了大家口味的余生请多指教。 讲述音乐系《大三女生》林之孝因为父亲住院,与顾尉展开的一段感情故事。 主演肖战和杨子都是颜值,有演技的实力演员,所以哪怕被压了两年,规则还是王者。 饰演女主林之孝的杨子,同心出道,国民识别度超高,妥妥的话题明星,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数十年,演技都能媲美老戏骨了。 从家有儿女的下雪,到战长沙的胡香香,还有亲爱的热爱的香蜜沉沉静如霜, 几个作品播一部火一部,已经稳坐一线当红顶流女星的宝座。 这次的余生中,杨子和肖战常常联手,两人的CP感无比自然接地气,比真的情侣还甜。 看林之孝反复练习和互卫打招呼的样子,是不是像极了对帅哥又爱又恨的你? 另外,甜宠剧也不只有甜,还有梦想和奋斗。 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,对待梦想的执着,也能给观众打开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视角。 说到国民闺女,还有一个童心出道的女星,也有一部甜宠剧《王诈》上线,就是宋祖儿,演技和颜值都在线,不管偶像剧还是正剧,演什么都有幸福力。 就拿正五阳光的乔家的儿女中的乔四美来说,被公认为是宋祖儿演技最好的体现,因为这个角色前后反差较大,所以非常难把握。 虽然乔四美这个角色的人设不太讨喜,但如果按照演技来排名的话,肯定是数一数二的。 这次她主演的恋爱甜宠剧《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》,融合了爱情、穿越、搞笑等元素。 讲述女主前为误以为上司陆寻在工作中故意打压自己,之后在一场事故中意外昏迷,并穿越到19岁。 最终发现上司陆寻暗恋自己的故事。 这部戏甜的时候甜死,虐的时候也非常催泪,宋祖儿的演技足以撑起半边天。 男主黄子涛也从来不掉链子,他演的霸总又转又直,走的还是暗恋路线,无论是借钱被数落,还是接衣不成。 两人的户队让你觉得他们真是单身十年不冤枉,笑不活了好吗? 豆嘴比狠的背后是口硬心软的臭,接地气倒让人爆笑,用浪漫甜蜜从到上头。 而且除了有宋祖儿,黄子涛,宗莉莉,金哲等一大批高颜值青年演员出演,还有洪剑涛,谭凯,陶慧明等老戏骨的加盟。 剧情甜蜜有趣,全员颜值在线,喜剧气氛浓厚,下饭睡前都指的一锥。 怎么样,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牙都有点甜倒了? 赶快下载iTalk BBTV App一起磕糖吧! Lexus邀您共赏,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